你跟吴建设他们是一伙的吗 想让我许半夏被你们的笑话 许半夏我告诉你 不管是对你还能对那个高厂 我都被欺负 大结局许半夏停运度与赵磊离婚 童小琪再次入狱五年 野猫逆袭女霸总 陈宇宙去世后 半夏不但迎来了事业的高速发展 还和赵磊喜结连离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 多年前的海滩污染事件东窗事发 而揭发者竟然是赵磊前女友的父亲 原来赵磊为报复吴建设 就社局让五建设收购了新盛钢材 可新盛因为设备老旧 因此投产没几天就被举报污染环境 五建设为升级设备只能向银行贷款 最终五建设也被利滚利的债务彻底拖款 破产后的五建设就暗中约见了赵磊的前岳父 并把海滩污染的事情合盘拖出 在五建设的煽风点火下 前岳父马上向有关部门揭发了半夏 此时野猫已经生下小野猫 童潇琪也搬进了岳母家的大别墅 在岳母挑拨下 童潇琪已经离开半夏自立门户 可当年的废机游必定是童潇琪倒在海滩上的 因此在半夏劝说下 童潇琪最终投案自首 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童潇琪入狱后 野猫为帮丈夫守住家业 竟然在五年时间里 逆袭为了物流行业的女霸总 此时的半夏已经怀有身孕 可赵磊却被公司调到欧洲总部担任总经理 直到赵磊离开的那一刻半夏才发觉 原来赵磊从始至终 只是在利用自己 最终半夏选择了主动和赵磊一婚